嗨,你好,我是Scott Dwyer,在新竹。 很高興今天跟我的老朋友聊天,Max聊天。 我們是二十年的朋友。 好幾年前我們做一個活車。 從台灣,經過大陸,西伯利亞,莫斯科,柏林, 就去很多好玩的地方。 可不可以自己介紹,好嗎? 他在台灣好久了。 我是顧老師,顧服用。 我在台灣待了三十多年。 那麼我在這裡教授的經驗也是三十多年的教授的經驗。 在我教授的時候,我很少很少碰到像Scott那麼好的一個老師。 他非常認真,非常關心學生的進步。 而他不但是一個教英文的老師,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可以教學生一個好的生活方式的一個人。 他的形作為非常張牌的。 那我認為,從一個從事教育的人的立場來看,是比教授還重要。 所以我可以推薦Scott這個老師。 而且各位可以相信有很好的一個老師。 那他對語言的能力也是非常強。 本人才教好幾個外國語言。 那麼其中這一有德國話。 那麼我經常跟他講德文。 他的德文是在中學學的,但是現在還講得蠻有力。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不簡單的一個事情。 那麼這個網路教學,我為什麼願意特別介紹還是推薦。 因為我在台灣從事很多年的環保工作。 各位可能看到我的名字,或是看到我在電視上。 這方面的報導大概有六十多篇。 我在台灣各地方才推廣這個環保工作。 那麼網路教學就是跟環保有關了。 因為你不必搭飛機,最髒的一個交通工具, 最破壞環境的一個交通工具,去美國或是歐洲去學語言。 你在家裡,在你的家就可以學這個東西。 身處補習班,平常也很遠。 在市中心,交通不方便,找停車站也不方便。 你在家裡學的話,你可以省這個麻煩。 省這個錢,還是省這個時間,你浪費在路上。 所以從我的立場,做環保一個人的立場。 我可以推薦一個網路教學。 大概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你現在所做的教學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那麼再說,你在學校經常所看到的是台灣的台籍的老師,台灣的老師不見得看到一個外國老師。 書裡面的英文,老師教的英文就是書上的英文,不是一般美國人在生活上所用的英文。 那麼Scott老師一定會教一般美國人常用的這些話,而不是十般的書裡面的英文。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在這裡有一個好老師教一個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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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坐西部列的火车 那我们一定会再去探险 再去探险 谢谢